主要是建立一个空的串列 然后把资料放进去 放进去记得用append 当然这边有个条件部分 条件部分的话就是 当输入的资料假设不是-1的话 如果是-1的话 当然就是跳离回圈 如果不是 那就是把输入的资料放到串列里面 最后把它print出来 所以以后的话 通常外部资料进来 通常会先放在串列里面 当然如果说未来 除了说单一个栏位之外 另外可能还有编号的话 可能会放在字典 所以字典跟串列差异 其实基本上就是多一个栏位 也许多一个栏位 就放编号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如果我希望显示出来结果 就刚刚跟各位讲的 如果几位学生 那很简单 就是用什么 用L1N把它包起来 那这个L1N的话呢 就是把串列方 它会帮你算里面到底输入几个 比如说刚刚输入4 它就是总共有四位学生 那总分的话呢 那就是用上 外面包一个上 它就会把总分呢 结果return到前面 所以这个total total我们建一个 这个变数叫total 然后呢total里面就是总分是多少 那平均多少的话呢 就可以把什么 把total再除以那个什么呢 除以它的那个总共几个人 有没有就是平均分数了 因为呢这个地方 python里面没有函数叫average ok 就是不像是说那个seal里面什么函数都有啦 ok 所以如果没有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计算的 那将来当然我可以什么 把这个地方改成一个 本班总分几分 那我这边用整数 冒号d的话就是整数 那平均分数几分就是冒号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 那就是点2f ok 然后呢点format 因为两个大瓜糊嘛 所以我后面点format 我就加了两个 一个是total 一个avg 把这个资料带进来 那就显示出来 所以等一下的话 我们等于是加了 这个算几个学生 总分多少 平均多少 那后面再加一个最高分 最高分的话就是用max 所以外面包max 那就是最高分取出来 最低分的话就mini 所以底下这一段 基本上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串列里面的 这相关的功能 可以把这个结果给print了出来 所以我就print的资料 假设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不过这个可能要重新再输入一下成绩 它就重新再建立 第一个成绩 第二个成绩 第三个成绩 那最后结束就-1 那-1之后的话呢 当然就会把底下这个 有点像报表的资料 把它跑出来 先enter 那底下就显示什么 print总共有四个学生 ok 为什么四个学生 它就L1帮我算 然后再来的话呢 平均总分几分 平均几分就列出来 那最高分的话就98分 应该没错了 最低分的话呢 当然就94分 那其他如果还有 就是其他的方法 也许各位可以再练习看看 那不过呢 这个范例是我们手动去输入的 不过其实通常 实际上工作上遇到就是都外部 比如说这个资料大部分都是 比如说教务处有那个什么 自动 像现在不是有扫条码 自动假设已经把那个成绩改好 改好之后它可能会给你一个成绩的档案 可能是一个文字档 可能是CSV 可能是Excel 可能是资料库等等 不管 好那假设说我们有个需求 如果我上面这个部分 不用人工的方式输入 而是用外部汇入资料的方式 那我要该怎么把资料 从外部读取进来 所以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请你自行建立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你模拟一下 请你放在哪里呢 放在我们这个专 我们资料夹的这个里面 资料夹我是放在 应该是放在这一个吧 CDA底下有一个Python的2021 那你们自己找一下你放在哪一个资料夹 那在这个根目底下 我就先模拟一个英文成绩好了 所以你按右键 直接新增一个文字档案 那档名的话也许叫EN区吧 英文成绩好 EN区 那打开之后的话呢 请你模拟 也就是说啦 假如说那个教务处给你一个成绩的 这个资料 那所以你就输入 那每个成绩跟成绩中间呢 请你加豆点 比如说我今天 假如随便输入几个成绩 那这个 你只要中间加豆点就可以了 OK 随便输入几个 好 那假如说啦 我这边就简单的输入一串成绩 这些人 那当然我不知道几个 反正就是输入 输入完之后的话 把它关闭储存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呢 我不像刚刚是用人工的方式输入 而是呢 假如说今天 教务处已经给你一个成绩了 那你怎么样呢 可以把这个成绩 如何读到哪里 读到这个串列里面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就牵涉到外部读取档案的部分 那如果外部读取档案部分的话 其实在Python里面算是非常简单的 如果跟其他语言像Java比的话 那真的是简单太多了 你只需要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也是内建在Python里面 他提供了一个方法叫Open Open部分的话你只要告诉他说我要档案在哪里 然后呢我要做什么就读取就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读档 所以待会呢 请各位在第一个 请各位先找到你自己存档的路径 在这个底下呢建一个什么 按右键新增一个文字档 TST 所以这个是ENG.TST 那里面你就模拟输入一串的成绩 反正这个成绩自己输入一下 那我要怎么样可以快速把成绩读到串列里面 那后面就简单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主要是利用那个串列里面的 这个Python里面内建的一些方法 包含LEN SUM 有没有 那因为没有AVERG 所以就用除的 然后还有就是MAX MINI 等等的这些方法 去计算说那个 乘期 学生乘期里面 他的比如说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跟总分之类的 那 第二个部分的话待会我们就要 再了解一下 Python里面呢如何读取档案 而不只读取档案 我希望把档案直接读到串列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也就是说不需要像刚刚一样 逐一的去输入成绩 因为这个逐一输入成绩 太浪费时间了 然后现在其实基本上 都有很多那个已经产生的资料 比如说从ERP 从资料部 从网络 从外部资料进来 那当然你不要傻傻的就是说 你还把那个什么 那个资料先列印出来 然后用人工去key 这样才太 不过我知道真的还 现在实际上工作 还真的有人这样做 你说你干嘛把他列印出来 他把他key进去 明明就已经 已经有档案了 你就直接把他汇进去就好了 他说不会汇 他还找人去把他key进去 每天这样key不浪费时间 那key进去之后呢 然后产生报表 又把他列印出来 然后列印出来 又再把他输入进去 那等于是说你 应该是说全部干脆 你就是全部数位化就好了 你干嘛 还部分数位部分是实体 好那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试看 主要是学习 几个比较重要的函数 像LEN 像SUN 像那个MAX 那其实这边 我们复习那个formator formator就是 把那个平均成绩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好